最后消息来关心的是新北市永和区上个月12号发生了纵火案 波及了16间公寓烧毁59辆机车 造成一死26伤的惨剧 而昨天晚上陈信休闲已经落网 今天凌晨遭到了裁定手压 上个月新北市永和区发生了凌晨大火 7号晚上终于抓到纵火凶手 凌晨犯案躲过附近住户的眼睛 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你看到的事情是这样 有人在那边来驾驾 有的没的 所以你看到的时候 阿兜牌已经倒下来 对 应倒下来 虽然当时没有人目击 但警销单位心里已有定数 我们初步不排除 可能是有人为 机车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整排民宅被大火烧得焦黑 造成一死26伤 没想到凶手就住在案发现场后面 涉嫌纵火的成心男子 声称自己有犹豫症 也不知道当天是否有经过期货现场 但监视器还原真相 男子一经过期货点 机车就冒出火花 警方还查出他前一天与父亲吵架 可能心情不好才犯案 警方已经将他移送递检 凌晨法官裁定收押 联合报 饶盘安 许正宏 新北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